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谁啊 这么晚了 要不然我们明天再收吧 反正明天还有时间 没事 我很快就说是完了 明天这样我们还能多睡一会儿 大妈 困了 嗯 那 你先睡 那 我睡了 睡吧 我睡了 我真的去睡一觉了 我让你睡 你真睡啊 不配我 那我可是很听话的 那你这么听话 亲我一下 谁啊 我 孙师姐 你怎么回来了 你别着急 文主 你去跟他聊天 我躲到厨房里 对不起 你去躲一下吧 快 快 别出声 慧萱 快点 来啦 快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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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晚了 怎么也不跟我赶快说一声 我好烦呀 怎么了 阿姨不是已经过了危险期了吗 不是我妈了 秦医生那边 秦医生怎么了 我听医院说 他要被选中做外排交流 那你去留他呀 难道你还真放走啊 我肯定是希望他留下呀 但是我也不想影响他的发展 而且我现在都已经跟他分开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 那你现在谈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呀 等他做决定呗 他做了决定之后 我才能考虑我和他之间后续的问题啊 哎呀 我只能这样 挺晚的了 好困哪 不好意思 嗯 我今天不回去了 在这儿睡吧 不要回去了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啊 阿姨现在刚过危险期 你应该多去陪陪她 也是啊 把周姐一个人放在医院 的确有的不放心 行 让我回去吧 嗯 你买得这么胖啊 你能去露营啊 嗯 对啊 啥时候去啊 你当上我呗 我正好要去散散心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 啊 我是说 不行你就跟我一起去啊 还是你最好 那我走了 嗯 你好好陪阿姨啊 回头说一声 嗯 走了 这儿太热了 好啊 嗯 刚刚委屈你了 我不委屈 我都答应过你呢 你想什么时候公开 就什么时候公开 再给我点时间吧 毕竟 苏苏现在跟秦医生这个关系 再加上她家里这些事 再过段时间再跟她说吧 好 听你的 嗯 听你的 嗯 嗯 你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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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